第三集 蕭良國語朗讀好文章 泰山極頂 作者楊索 泰山極頂看日出 歷來被描繪成十分壯觀的此景 有人說登泰山而看不到日出 就像一齣大戲沒有戲演 味兒終究有點寡淡 我去爬山那天呢 正趕上個難得的好天 萬里長空 雲彩色都不見 素長煙霧騰騰的山頭 顯得眉目分明 同伴們都欣喜地說 明天早晨准可以看見日出了 我也是抱著這種想頭爬上山去 一路從山腳往上爬 細看山景 我覺得掛在眼前的不是五月獨尊的泰山 卻像一幅規模驚人的青綠山水畫 從下面倒展開來 在畫卷中最先露出的是山根底 那座明朝建築代中方 慢慢地便陷出了王母池 斗母宮金石玉 山水一層比一層深 一疊比一疊齊 層層疊疊不知還會有多深多齊呢 萬山叢中 時而點染著極其恭喜的人物 王母池旁的旅主殿裡 有不少尊的民宿 宿著旅洞兵等一些人物 姿態神情是那樣有生氣 你看了 不禁會脫口讚嘆說 哇啦 畫卷繼續展開 略印深深地擺動了 烙面不太久 便來到了對松山 兩面齊峰對峙的 滿山峰都是奇形怪障的老松 年紀怕都有上千歲了 顏色竟那麼濃 濃得好像又流下來似的 來到這 你不妨全當一次畫裡的血液人物 坐在路旁的對松亭裡 看看山色天庭流水和松濤 一時間我又覺得自己不僅是在畫卷 卻又像是在零零亂亂翻著一卷 歷史稿本 那 好